哈喽大家好 现在我们准备去暴突泉 这边有这个暴突泉的标志 往右拐就是暴突泉 现在呢是5点多钟 这应该也我估计不分时间段 应该这都堵车吧 这属于一个旅游热点 这是我们来到了这个全城广场 济南的这个全城广场 也算济南市中心了 这边呢这个玫瑰开放 这玫瑰跟平音的玫瑰是一样的 妈您看这也写着平音玫瑰看见没有 这就是平音玫瑰的种就这样 反正您把口罩打开吧 闻一闻花香 就闻闻玫瑰的花香 这个全城广场还是挺大的 这边呢种满了这个平音的玫瑰 有白色和粉色两种 现在是已经进入暴突泉公园了 这边看到一个碑刻啊 叫冤飞渔月 树浴泉 这个树浴泉呢传说李清照曾经在这里 书洗打扮 这边就是暴突泉了 看一看 暴突泉是天下第一泉 居济南七十二名泉之首 与千佛山 大明湖并称为济南三大名圣 济南七十二泉之首 还挺漂亮的 这个暴突泉的泉水现在显得非常的清澈 正前方那个亭子叫观兰亭 观兰亭两侧各有一个碑刻 当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 所携带的御用水呢 都必须是北京玉泉山的水 到了暴突泉后 乾隆发现这里的水质更佳 所以将御用的饮水改成了暴突泉的泉水 这是暴突泉周围一些碑刻 这里呢有许多的碑刻 由于暴突泉的历史人文背景很深厚 再加上奇特的自然景观 不少古代文人都喜欢在这里留下诗句和文章 甚至立碑刻字 前面观兰亭左边的碑刻暴突泉三个字 为明代书法家胡展宗所写 右边第一泉是由清同志年间王忠林所提 乾隆到了济南 将暴突泉称为天下第一 但是这出了问题 因为呢乾隆从前曾给御泉山 封过天下第一泉的称号 并且提了字 克勒碑 现在这个天下第一泉的石碑 还立在御泉山 而现在呢乾隆也夸奖暴突泉是天下第一 就显得皇上的金口一元不算数了 于是乾隆皇帝只好又写了御泉暴突的字 克勒碑立在北京的御泉山 放在了天下第一泉石碑的旁边 这样呢等于是把御泉山 和暴突泉合二为一 两个地方都圆满的得到了天下第一的称呼 关篮桥 在关篮桥上也是看暴突泉的最佳地点 当年来暴突泉这个水还是 在早些年暴突泉会经常出现没有泉水涌出的情况 转到这边可以看到第一泉的这个石碑 和旁边的暴突泉石碑交相辉映 这个泉水现在真是太清澈了 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好 天非常的蓝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非常的漂亮 真不愧是天下第一泉 名副其实啊 这里展览了和暴突泉 相关的一些文物和文献资料 这是赵孟普所书的碑文踏片 赵孟普曾在济南围观写过赞美暴突泉的文章 明权诗集 这是一些古本诗集 这件藏品是康熙时期的银碑 曾拱 作为宋代的著名文学奖 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拱是第一个记载暴突泉名字的人 现在天色渐晚游人也慢慢渐少了 这会儿暴突泉越发的漂亮美丽了 这叫黄华泉 这都是明泉区 这叫卧牛泉 没有泉水 这一处泉水叫金线泉 这叫什么柳絮泉 现在我们离开了暴突泉公园 准备去大明湖 这是暴突泉的入口 暴突圣境 这边是大明湖公园 这人是晚上几点了 6点56进入这个大明湖公园 大明湖公园是个免费公园 它是免费参观的 那这个当时看那个小院子 环珠格格 这里是大明湖畔 下雨河 这是当年这个紫薇 紫薇他妈妈和乾隆皇帝 相遇的地方 这个太阳估计已经落山了 您看点家底 这边就是著名的大明湖 看一看这著名的大明湖 这个大明湖的河叶已经长出了 这里从左走 我去拍桥洞 拍桥洞我从右边就拍了 走着这个 这拿无人机准备放飞呢 不错 这是小河岗路 尖尖角 河叶刚刚长出 大明湖这么大 对面有些亭子 明台楼阁 看这几位师傅正在商量 怎么送飞货人机呢 大明湖大概是这么大 这几位师傅正在这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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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湖大概是这么大 我觉得跟北海也差不多 反正就这规模 它毕竟也是城里的一片湖水 这个 齐鲁大帝游一游 觉得确实这里蕴含了不少文化 历史 传统 山东真是一个也是历史悠久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这种省市 蕴含了也蕴含了中国的历史 这个齐鲁文化 历史文化很深厚 现在又是这个一个农业大省 也有很多工业 在全国呢 这个GDP占了第三名 连续多年占第三 还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省市 这山东总体的这个高速路呢 建设也非常不错 高速路各种道路啊 旅游设施啊 停车啊 也还是不错的 停车的地方呢也 停车费也不是很贵 旅游体验还挺好的 总之山东留给了人们 这边也有个大明湖的这个 明的这个碑哈 旁边也有一个小玉带桥 这个打上灯光还是挺漂亮的 不错山东直行 这次还是挺不错的 好 我们就现在离开这个大明湖公园了 大明湖呢 这个灯光也亮起来了 挺棒的 大明湖公园呢 是一个免费公园 还是比较良心的 我们现在又回到全城广场 因为我们的车停在这边的地下室 这个全城广场也挺热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